先选游客的惠 再看一首 看一下对面的阵容 再确定北川有没有出野核的机会 这个飞机要不要选 应该是飞机 这种放出来没道理不选 是 但是惠打飞机 看手法吧 就我个人感觉惠前面打飞机还可以 还可以 主要就是 你牛头打团 能克一个瑞尔 那等于说你克了80%的控制 TT的 就左边也没什么控制了 就剩一个蝎子 这样阵容拿下来 其实京东整个阵容 还挺看他们兑现的 还可以 而且拉扯的很好 还多A了一下 这样圣将哥得克药了 主要他这样圣将哥不好直接抢线 烧兵 他就有还手的能力 但是中路抢了个2 来看看我们飞机玩家的数值 A爆从任就限的 他直接肉身扛Q 不让你烧线 主要还是下路有限 北川选择直接入侵到卡纳威的野区 打得非常的强势 海中的这边 配合missing 支援过来滑彩没有定到 而且蓝buff是卡纳威的 牙膏也到了 闪现二连 赵北川交闪现会被烫死吗 闪现补了发平A 400块拿到了 飞到这位置 闪现再踩一脚 配合队友传具类下来 牙膏也会死 但这个速度一般般 两边都有 要拼成吗 对拼成界了 北川已经来了 先留个眼 准备一会跟 但是卡纳威选择了直接放 后妖这里也过来了 卡纳威有闪 钻墙来 可以不用交 所以他自己是有一波先动的机会 卡纳威这里有点危险 线在上面 哦呦闪现 同时闪现 但这样北川可以控潮虫了 自家下半区本身就推线的情况下 但是还闪过来找feather 上来很高 feather扛不住了 太痛了 牙膏再拿一颗头 装备出来 他们是有点想手小了 而且中路来一箭 看箭的命中率 飞行途中命中 很精准 那这样又会把技能全部灌满 感觉伤害够了 死了 嗯 牙膏也知道走不掉了 干脆A两下搞点伤害 很准的剑 是的 但是没到6啊卡纳威 大吊炮车到6了 再睡一下 北川也过来就EQ中了 但是有G 主要他在昏睡的状态 前面就都打挺好的呀 主要他们对线处理都非常成功 开着E进来 有啄啄伤害 给一叉烫晕了 再顶回来 能粘得上吗 Ruler 有滑踩吗 滑踩没中 上半区京东已经点满了视野啊 如果TT想去支援说会看到 反正开的很果断 Q闪加大招 拉到两个人 交了一个闪现以后 Ruler有用计划解开了控制技能 反正燕蓝要睡 睡倒是一个辅助 看蜜茜连谁 连辅助 这样二连接起来 没有闪现的fader是必死 人头给到了Ruler 蜜茜再开个大招 确保自己不会被换掉 扭开了 开始开的不错 但是伤害好像第一时间没有能完全跟上 看他被交闪之后直接拉开 伤害不够 霍亚直接踢回来 还是想去阻拦一下京东继续拿潮虫 但是你一个人呀霍亚 他过来夹一下 他过来夹一下 大招 伤害能够吗 自己交闪 Flander跟上闪现红温 基于A约德尔剑圣 名不虚传 拿下人头 一尝珊珊来迟 直接夜兰要睡到了 开始Poke 慢慢拉扯 霍亚在被折磨 他好难受 有没有人的帮帮我 队友回 没有 有没有鸡也没有 那你自己玩吧 霍亚怎么操作 两边还在拉扯 把兵清了 一键来 还好兵给清完了 但下波兵又到了 你上路这边怎么办 又来个人 不公平 人这么多 三枪过来 弹无虚发 有第三者的参与 过来吃个头 二连到 致命华仔中 技能吃满了 一参也倒在中路 不是 这不 有点致命 只能保底撞一头 要连Flander 圣强哥闪现美好的 这位置如果前到反向前 给钱回来了 圣强哥五抓一 那给你了 是的 这个时候牙膏在上面换经济 嗯 但TT也可以接受 避正这个时间点上塔 其实可以给了 是 中路也打起来 大招给到Ruler身上 Ruler是有闪现 交闪现 没有被对面先给留住 交大招 加玉铁树 Missi把人给顶走 但自己应该是走不掉了 能再收一颗头吗 交出闪现来 他能走吗 但传拒雷很准 夜兰摇吹了三个人 看下一枪流到了最后 拒到Flander身上 灼烧伤还能够吗 致命华仔用走位走开 一滴 但京东选择 靠到下半地区的地形的话 TT抢中线 京东得找机会 直接开这个小龙了 把小龙得拉出来 是的 TT完全可以不用看这个龙 直接把中一塔推了就好了 这条龙甚至放了都行 他可以去推中塔 其他人就稍微Poge一下就行 交进化了 蓝果撒大 夜兰摇吹 睡两个人 先把对面给赶走 想直接Raw 但是虎眼已经顶进来了 正面架军 又全中了 但最后一枪 没有能力中 Missi直接顶进去了 龙已经被飞机给拿掉了 这边党团怎么说 前了两个人前出了 艾希已经射爆了 Blanjic交了个闪线往后走 但是一个石子儿过来 这把人给砸死了 闪线往前走 但是北川交了个闪线 艾日被静一枪给鞠死 拉扯的非常好 但杨克山上没有导弹了 欧阳拉了 关键的进场 再来一个远程的大石头 收掉了飞机的人 体积拉扯的也很完美 就可能 南波大招也没有能够打到巨量的AOE 没撞着 因为现在京东如果他们想打一个团的话 想爆 有TP过来 想抓一个大龙的机会 看霍雅能走吗 自己没闪现 反正前了一个牛 那自己是吻死的 TD挤过来 又是TD先抢完中线 跟上一波团一样的画面 而且蝎子又找到了侧翼的位置 Missi在旁边进行阻拦 龙打到5000血了 这边有地雷 再来个流窝肘 帮我阻拦一下 南波大招想抓龙直接跑 两个人一起坐传送门 非常喜剧的一个画面 都坐门过来 这样龙抓掉了 要硬打吗 其实硬打的话 会给到京东一些机会哦 他们应该还是想逼团 因为他们现在想打架 但大龙伤害有点高 已经喷残了 蝎子被找到了 蝎子四个人打蝎子一个人 蝎子扛不住直接被秒了 艾西一剑也浪费掉了 好脆的蝎子 感觉TD有点乱了 哎 流到了UKO 招法TD UKO得交闪现了 智力华彩 有队友帮挡直接驾了 看驾谁 直接闪现给视野 雅鹤这波闪现是给视野的 但是北川已经拉到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这样自己中一塔也要破 而且这个血量中二塔也不好防守 也还没拍干净 对 也没拍掉 直接开打了 龙速度还不错 也落鸡皮了 复活的蝎子 感到这边任常 Kanami好来不及 Kanami有点来不及 那其他人已经到了 可以打人 龙主要大龙的伤害太高了 MISI已经到了 把人给顶出去 龙克里人呢 龙克里没人了 大龙谁来话 这样先杀MISI 霍下这边前两个人 保证自己先撤队 但对面追上了一枪 低语的一枪 收掉人头 还要继续追击 一个刘窩种 刘窩种到了北川 反开了FIDER 直接在跳过去 一点输的路上就倒下了 大招也灌出来 踢掉拉扯 但自己没有上一塔的宝库 而且对京东来说 不追直接打大龙就可以 主要现在没这一键的话 更没有进场的机会了 大龙已经拿了下来 关键击发粘一粘人 致命话在定到后方的慧 牙膏直接上来 佩克莉莉娅直接拿下 灰的虾到人头 北川贴到脸上 能收一个牙膏吗 你想A出来拿到了 想换Flyzer换不掉 而且入了也收掉了艾希 还想堆一搏 开得很好 大招大三个 前也前三个 中击爆弹补上 但中路艾希先倒下了 但这样伤害都不够先秒一个吗 那只剩下没有伤害的 尚服两人 在野军也被击杀 在伤害端差太多了 他那位移速巨快 夜蓝腰睡着 有下一发刘窩种不 想直接等他烫死吗 来个大捣蛋 做一个收尾 来一剑 有水银直接解了 拉米西 但米西开了大招 发现惯不死 反正直接开始架聚 二连起两个人 直接聚前排就行 再来一枪 第四枪找谁 夜蓝腰睡 睡到了悠寇 而且没人放挡枪 悠寇他暴露出来了 一枪下去悠寇的血量 直接垫底 而且地狱的最后一枪 没有让火把太痛了 一刹根本扛不住 没有闪现 完全没有办法 众人全部开始独秒 那随着基地一波 A4 零换5的团战 京东可以一波 结束比赛了 只要这波 顺强哥都没来啊 嗯 把小龙线送过来 等一下中路的兵线 一波刺打5 直接结束了 这静太吓人了 这样拆基地 就可以拿下这场 BO3的胜利了 京东两把游戏 玩得非常的稳步运营 而且角色做得很正确 可以恭喜京东 2比0战胜TD